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是一個比較計算性的問題 它現在給了一個F,F它是一個三次多項式 代0的時候是1 那圖大概稍微畫起來應該會長得像這樣子好了 它長的趨勢大概是像這樣子 F是這樣子,那G是它的反函數 那反函數就是怎樣呢? 反函數就是會沿著這一條線對稱 沿著45度的線對稱 所以它的反函數 如果這裡有那個01,那這邊就會有10 反函數我們用這個紫色的好了 所以它的反函數大概就會長成這樣子 那這邊就會這裡,是左右對稱的 大概就會左右對稱這樣子過去 就是這邊的話就變成類似這樣子 好,那最 所以,那它現在想要問的是什麼呢? 它現在想要問的是說 我在反函數X等於3上面這個點的切線寫率是什麼? 那這個點對過來就是什麼? 對過來就是這一邊的Y等於3 這裡的X等於3對回去就是Y等於3 可是在這裡面的Y等於3呢 這表示說X是1 好,那所以這個X是1就表示這裡的Y是1 所以這個點,這個點它是 它的坐標是3E 好,那我們這裡面的切線 例如說我們現在想要看這紫色的切線呢? 其實是這紅色的切線 它們斜率剛好是倒數 好,那在這一點的斜率是多少? 好,那在這一點的斜率是多少? 我們把它帶進去微分 好,就是說先看F的微分 F的微分,我們把它算在旁邊好了 F的微分就會等於3S平加1 那F微分帶1就會等於4 F微分帶1等於4 好,那所以這裡的斜率是4 那這個斜率呢 就因為剛好是顛倒 所以這斜率就是1 4分之1 所以它是通過3E這點斜率為1 4分之1的線 所以就選第二個選項